點睛設計 其實就是從畫龍點睛來的 我們在做任何的事業 或者做任何的生活 其實都是一個畫龍的過程 那加上設計的巧思 就是畫龍點睛的一個成果 那一般的包裝 我們都會考慮用紙張 或者塑膠去呈現 可是我們在考慮到說 什麼是最特別最有 就是文化的感覺 跟溫度的感覺的材料 我們選擇的竹子 那我們這一次有用它本來 碳化還有用煙燻 還有用它的竹的本色 還有綠色這些不同的技法 去做它的材質的呈現 因為經典設計獎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華人的獎項 我們希望說在這個獎項當中 可以把台灣的一些 重視文化的精神去表現出來 那我們在跟七田的合作 因為七田它本身 是一個很重視台灣文化的一個產業 那我們用台灣的材料 台灣的茶葉 做一個整體的包裝去做一個呈現 所以我們覺得說它應該受到經典的一個肯定 我個人認為 其實經典設計獎 它的眼光是很遠的 是很廣的 它的深度也是很深的 它的影響力其實是 非常大的 尤其在華人圈裡面 它帶來的部分 跟它的一些思考的點 並不是單純的從造型 也不是單純的從設計 它可能從文化的層面 可能從區域性 可能從全球化 甚至一些 就是大家關心的一些議題 去改善人的生活 所以我覺得 今年設計獎 是一個很值得期待的一個獎項 未來我相信是變成世界上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設計的指標 沒錯